台灣一千零個故事 紀錄感動的進行室 Grandpa 您好 我是蔡依珍 歡迎收看今天的 台灣一千零個故事 先來看今天的精彩節目片段 都職業變了啦 以前比較不會這麼多 這時候不會這麼多 這時代在變 對吧 做到整成功都懷疑了 敢吃的人很愛 不吃的人你逼他 打死他也不吃 也有人說我們這個是臭麵 他很愛的人 愛到一個瘋狂 來這邊之後 我發現聖爺麵原來這麼好吃 7 Sushi 很棒的經驗 這家營業超過50年的紅燒肉 在市場裡面生意嚇嚇叫 它原本只是麵攤的小菜 沒想到實在是因為太好吃了 最後宣兵奪主成了主角 老闆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捨棄賣麵 只專心一樣賣紅燒肉 也證明了只要足夠好 即使是配角 也能夠有主角一樣的光芒 現在只有老鼠肉跟三層肉 你要二層肉要等 現在沒肥 現在沒肥的 現在都可以而已 小小的攤位就在市場奇樓旁 還對人潮跟老闆的忙碌程度成正比 這油鍋從一早開火到現在就沒停過 看著老闆動作俐落 顧客腦子裡也在盤算 今天要吃什麼肉 都要等 都要等 那一鍋一鍋煞起來不一樣啊 他們的就是整塊下去炸 所以外皮就包起來 如果你要帶回家吃 就請他不要現場切 回家切的時候那個還是很多吃 就真的不會乾 就算你冷了你回家 你就用氣炸鍋或者是烤箱 微波爐都很方便 就是它不會柴掉 分斷 分斷 分斷好 老顧客知門熟路各有喜好 頻頻只賣紅燒肉 這一攤卻是做到了最極致 一頭豬十二個部位 小小紅燒肉攤就有六種肉 可以讓客人選擇 要Q度 要脆 要嫩 還是要多汁 統統都能滿足個人口感需求 每一種肉的口感都不一樣 我最喜歡吃排骨 因為我很喜歡咬骨頭 鬆板它吃起來就是 有一點油脂 然後又有脆感 然後又有香度 三層肉吃起來不會油膩 不會讓你覺得 那個油爆出來的那種感覺 不會 它不會有這個 絕對是老顧客才能通通都吃過 還記憶口齒之間留下的美味 早從1974年就開始做生意 第一代老闆娘為貼補家用賣起陽春麵 紅燒肉不過是眾多小菜之一 沒想到媳婦劉美麗接手後 改良紅燒肉做法大獲顧客歡迎 這一脈就是到現在 我那時候的困難 要不去 要不成立就在這裡 會有的黑車都來這裡 都職業病了 那時候比較不會這麼多 這時候不會這麼多 這時候不會這麼多 這時代在變 對吧 做得都幾千五都歪掉了 即使已經退居第二線 有兒子掌油鍋 但劉美麗每天還是都會到 攤位報到 起肉 醃肉 切肉 賣肉 稍微幫幫手 最重要的是 還能跟老顧客 老街坊聊上天 畢竟做了三四十年 不只是生意 更是生活 我們的飯就是這樣 你說要切肉 這幾碗都拿起來這樣 都要切一碗 要看看 要切一碗還在做 沒有 好像打發時間 要跟兒子這樣顧著顧著 溫度一碗就知道 要整個都 要拿 要那個溫度表 做到就要百五百六百七 你要一碗 放得太多 就夠好多的 這個是活的米糞飯 說話跟做事一樣俐落 做起紅燒肉來更是有條不問 相信專業因此紅燒肉的醃料 像是紅麴 糖 鹽 蒜泥 以及獨家調製的炸粉 全都是親自適用到完美比例 然後這一用就是二三十年沒有變 紅燒肉做法說得簡單 但實際操作卻是追求仔細到了極致 洗肉時就要挑肉 剔除筋膜或是肥鞭 確認每塊肉沒有多餘的部位 才能進行醃製 而醃料的多寡 口味 輕重 都靠經驗來判斷 最重要的還要時時翻攪 務必讓每塊肉醃製均勻 就是人家在搖球 對不對 有的不需要先沸有的要求我沸 有的滷肥 你要看看 有的滷肥QQ 不可以絕糕絕糕 我們這個大地的這種肉 那都帶皮跟肉 有的滷 二層滷 你這個吃的 你要吃的吧 即使花比較貴的價錢 也要拿到好吃的溫體豬肉 即使麻煩費工 為了客人的口感 也要提供不同部位 任君選擇 老店能夠立足市場 超過50年的代客之道 就在這裡 就連第三代接班 同樣也是 豬肉 豬肉他們買肉的時候 最難 他送來不一定都好 有時候都要看一下 因為他們送來的時候 不會修那麼乾淨你知道嗎 他們是都亂給你 我們都還要再修一下看一下 我的口味跟我媽不對不一樣 我味道比較重一點 會 也會 我就不理他 疫情過後 老店找不到人手 只好暫時不賣麵 天天在市場裡 裹粉現炸紅燒肉 第三代接手 劉敬甫負責油炸備料 太太則負責賣肉切肉 從一大清早就開賣 一天都要賣上100斤 甚至在過年時 還有客人一定 就是一兩萬 很早 有時候我真的很忙 現在我今天就沒吃到 對 沒有時間吃 對 會忘記 真的 都一直沒有停過 就像重複一樣 都沒有停過 完全都沒有停過 對 我都沒有關過 每天吃的量炸完 就只有了 差不多 對 有什麼肉 我們就炸什麼就賣完了 都沒有了 雙板都沒有 豬皮膚的大塊 剛才好 餓一塊 好不好 外層薄薄淡淡炸粉 搭配上紅麴 醃製過後的粉紅色澤 還有溫體豬肉特有肉汁 香味四散 不管是吃起來 鮮嫩的小不點 還是QQ脆脆又帶點油脂的 夾心肉 或是偶爾出現 讓客人總有期待的排骨 三代人花了50年時間 將紅燒肉做到最好 獨孤一味的配角 讓客人趨之若霧 反倒成了市場的美味傳奇 宜蘭這家肉羹店的 第一代老闆娘 她聽取了醫生熟客的建議 在羹湯裡面加入了蒜頭蹄味 濃郁辛香的蒜味肉羹 就此成為了宜蘭超人氣的排隊美食 兒子接棒之後 雖然母子之間毆有摩擦 但最後也成功的讓老店 蓋頭換麵 一個面 一個根 幫我問一下不要辣 好稍等喔 我馬上請人過來 畢竟我們這個是屬於比較無情 然後大家客人都會比較想要快 所以也慢不得 內用外帶分流 工作爐台拉出兩條戰線 林佳宏和莊雅惠 不只身手俐落 腦袋更靈活 所以即便是全宜蘭生意最熱的 小吃店家 依舊能夠保持著 從容不迫的自在 緊張也做不好事 把事情做好比較重要 不是快就好了 林佳老闆夫妻檔 不用吉金峰一味求快 不過許多大老遠 起早趕快 過血碎而來的尋味掏客 早已按耐不住相思成災 想要先嘗為快 特別從台北過來吃 就是想念這個味道就回來 新鮮的那種肉嘛 所以就比較 口感也比較好吃 大概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 都一定會來 有時候他太多人的時候 我們是 我是會買回去的 我會買他那個羹 然後再帶兩包料 肉羹其實是一般麵店價目表裡 眾多基本款的其中一樣 說來也不是什麼稀奇的吃食品項 但林佳宏的店裡肉羹能夠獨條大樑 還做到成為蘭陽美食代表之一 羹湯裡像是繁星點點漂浮的蒜末 絕對是最重要的配角 敢吃的人很愛 不吃的人你逼他 打死他也不吃 也有人說我們這個是臭麵 那很愛的人 就愛到一個瘋狂極致 專程為你來 這太感謝了 不是爽而已 兩碗粹 兩碗粹 讓竹臭之夫愛到瘋狂的蒜味肉羹 是林佳宏母親潘美直的傑作 五十年前要養一窩八個孩子 即便先生是齒摩技師 一家食者浩帆都顯得有點吃力 他利用童養席從小訓練的廚房本領 白小吃攤貼補嫁用 而宜蘭冬天多餘潮濕 勾芡的羹湯容易保溫有飽足感 特別受到歡迎 加上料好食在 盤美直的赤肉羹 讓醫師熟客天天來報到 都不會 以前的都會 以前就不會 晚上燒到三點多了 來購的 他都每天來吃 以前的都來吃 他都叫我說 我們一瓶瓶瓶的蒜頭 都加五塊 我不敢這樣 身體比較好 認真聽醫師的建議 林媽媽的羹湯裡多了蒜味 濃郁新香對無蒜不歡的人 有銷魂吸引力 羹湯翻湧超過半世紀 將近十年前的拍攝畫面裡 潘美直年過八旬 依舊樂載工作 天天在店裡替兒子張羅肉羹條 勿換心儀 如今局促的老店搬遷到新店面 老職人也已經過世 但他的勤奮精神延續下來 依舊在廚房裡活力不些 一定的速度 因為就是趕快下鍋 這樣肉條會新鮮 最新鮮的狀態 然後趕快做 拌過粉跟魚漿 它黏成一坨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肉條 把它拉開來下水 這很冰 以前都做到手凍傷 這道程序如果有機器可以取代 再過也要買 糖和鹽巴醃漬冷藏十二個小時 隔天入味 吃肉條拌上魚漿胡椒粉 紅蔥酥和調好的辛香料 再調分履稀 熱水鍋裡跳水浮水定型 成為肉羹條 兩指浮寬 當然啦 你太小塊 你覺得它沒有彈性 太大塊 有些小姐吃起來也不太優雅 溫體夾心肉油脂較少 口感嫩實 但帶著精度得費工去精 雖然老媽媽不在了 贏家紅錦記丁寧 不能因為麻煩而偷懶省工 而原本只是畫龍點睛的 提味蒜末 林家紅比例加倍 讓客人吃得更過癮滿足 曾經有客人跟我講說 現在蒜頭變貴 你是不是會減少去放它呢 我說不會 我們就是定量的東西 論金襯兩 還是照放 對 但總是 它會平衡回來啊 現在手握湯勺動作俐落 林家紅年輕時學藝術 原本愛不釋手的是專業相機 最大的夢想要開一間自己的婚紗攝影公司 可以說是生不逢時吧 攝影專業歷經幾年 好不容易摸透學成 卻又遇到數位化的時代浪潮 底片相機幾乎全軍覆沒 看不到未來的感覺 後來果不其然 你看這個整個世界的轉變那麼大 人手一機 手機就可以拍照了 對未來彷徨愁愁愁時 想起家中七個姐姐紛紛嫁人 家中剩九尋阿嬤和父母互相照應 三個老人家家起來超過兩百歲 讓最小的老八獨子收拾行囊 將近三十年前從台北回到宜蘭 要當他們的依靠 回來不是要幫忙 回來就要擔負起責任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那就投身進來做這個 1034號 跟媽媽一起工作之後 原本連店名都沒有 無名卻有知名的蒜味肉羹 也掛上了招牌 而雪碎通車之後 遊客湧入宜蘭休閒吃在地美味 林家母子倆的小店 口碑也跟著飄出蘭陽平原 用招牌的時候 我婆婆反對比較雜 她會跟我說 為什麼做聲音要這麼招養 果汁想要成這樣 我婆婆觀念比較保守老舊 你這個角色比較尷尬 尷尬 但那時母子間 也存在世代之間的觀念差異 不斷摩擦碰撞 小店面要不要高調掛招牌 是個代溝 怕太過現代的經營方式 減損了見面三分情的代客禮儀 更是個問題 我請客人拿號碼牌這件事情 我媽媽曾經唸過我 說為什麼做生意 你要做成這樣子 我說可是我沒有拿號碼牌 我不曉得誰先來 有好幾年 只有六張桌子的老店 實在是消化不了上門的人潮 林家宏下定決心 要提供舒適的用餐環境給客人 最後選擇搬到現在的地方 也讓媽媽操煩了好一陣子 在很多父母眼中 孩子彷彿永遠長不大 永遠是個孩子 身為老八妖兒 受盡關愛的獨子 林家宏其實懂得 那所有的擔憂 刀念 甚至是衝突 其實背後都源自於一個矮字 父母親那一輩 比較不會鼓勵小孩 對 對他來講 我搞了這麼多東西 對他來講 他覺得可能壓力很大 要安逸於老一輩給的安心苛救 或是改善缺點追求突破進步 林家宏不是沒有猶豫掙扎過 最後選擇 漸進式的瀑布前進姿態 一點一點改變 如今不只做到宜蘭最夯 宅配包還同吃全台灣 甚至連大賣場都力要上架 他們並沒有直接跟我講 你做得怎樣 確實是可以從其他親戚朋友的 曾經跟我媽的交談過程中 我是從旁了解說 他對我的肯定 倒是有啦 憑著鍋裡的認真和誠意 林家宏在新的地址沸騰人氣 幾年下來 肉更店附近吃食店家逐漸聚集 一間店的號召力 讓飛商圈路段 成了新興的生意熱區 那現在越來越多的店進來 我也覺得滿好的 也是挺爽的 我們家的招牌 木瓜牛奶 木瓜牛奶專門店 多好喝 應該是這樣講 不是你喝過最好喝的退錢 肉更店對面 吳舒賢的果汁濃醇香 理應能從林家宏的客群當中 分到一杯羹 但也許要越過車輛穿流的馬路 太過麻煩 頭幾年 吳舒賢的果汁機經常閒置 覺得他的東西夠好 也希望在地一起共好 林家宏主動找吳舒賢商量 免費幫忙宣傳 平肉更發票 買果汁有折扣優惠 果然讓果汁機轉動不歇 幾年 大幾年 對 大幾年 人家說這個 一度想放棄的感覺 幸好有家宏大哥 這個要外帶 他會只要參加 那小朋友 而早在勞基法 一例一休實施前 林家宏也主動週休二日 把生意最好的週日 留給員工和家人相處 老闆對我們很好 他就是禮拜天 讓我們有家庭日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都休日營 對 所以老闆對我們 有公共很照顧 很好 在爐台前收穫新台幣 和金錢之外的讚美肯定 把小店做成名店 造就一個小商圈 也成為照顧員工的好老闆 林家宏讓林家宏 大孝賢父母 這是他回饋雙親的最佳方式 他慶幸母親在離開之前 也感受到了兒子的成就 所有的一切 我都覺得是父母給我的嘛 我也相信我會是他的驕傲 我相信 縱使他沒有親口告訴我 沒有親口說的 就留帶體會了 世間許多阿娘給的 無論甜的 鹹的或是苦澀的 總在試過境遷之後 有思念調成的餘味 生魚片要好吃 除了新鮮之外 真正好吃的秘訣在於熟成 而人的成長也要經過歲月淬裂 就像這位年輕的壽司師傅 求學的時候鬧事 貪玩 讓家人頭痛不已 直到歷經了創業失敗 結婚生子等人生階段 才逐漸磨練出料理人的直至 我原本是不敢吃生魚片 但是來這邊之後 我發現生魚片原來這麼好吃 很棒的經驗 連阿兜都讚嘆的 撒西米 晶瑩剔透 油脂風味各意齊趣 老闆林玉成專挑較少 做成生魚片的魚種 灰塵出心 擄獲老饕的挑剔神尖 幫你介紹一下 這是紅甘 多利魚 然後這是北巴巴 老闆林玉成搜羅沿海野生好魚 做成生魚片 趁饕客吃好吃滿的同時 也讓消費者認識吃下肚的魚鮮 上起試漁客 介紹台灣本地漁產 有的吃又有的學 強調市場區隔 才能吸睛又吸睛 這隻叫五載魚 野生的 這叫竹五 天鵝 我的漁獲主要來自前鎮 但安平 東石 富剛 其實全台都有認識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處理漁獲 因為我在市場 我必須做差異性比較多一點 如果我賣的跟一般外面壽司店 鮭魚 鮪魚 其餘 那些都一樣的 那我們要競爭力 一般人常誤會 現宰魚最好吃 但最新鮮不一定最好吃 魚鮮放置一段時間 經過熟成工序 低溫發酵分解 軟化肌肉纖維 釋出多餘水分 濃縮鮮甜精華 才能顯露出各種真味 也就是日本料理中 熟成魚的脂味 熟成它會把魚肉的一些 蛋白質分解成含基酸 會讓它的風味更濃縮更提升 我們會把魚肉多餘的水分 去除然後保留它的油脂 跟口感 淋浴成必須時常檢查 肉質 水分 油脂和香氣 在美味控管和食材腐敗的 風險管理之間拔河 讓魚的質味最大化的發揮 肉質上的變化是可以用肉眼判斷 但是味道的話一定要試過 有時候不夠再多飯個兩天 還有更好吃 這個做個三五年 你就知道啊 這一切都是經驗的累積 台面上每隻賺錢寶貝 都用吸水紙巾包覆 吸濕保鮮適度乾燥 吸走帶心血水 保存肉質含水量 必須兩者兼顧 非常考驗管理魚料的功夫 花蓮 一口人它們叫灰冰 或者是海姬母 如果把魚鱗打掉 它水分就會散失比較快 接觸空氣的地方就會比較多 氧化的程度就會變高 耗水就會變多 碼頭魚 熟食 熱食 利鈴燒 碼頭魚利鈴燒 日本人又叫乾雕利鈴燒 把魚鈴燒的站起來 綻放如花 翠鈴酥香 魚皮Q彈 肉質鮮嫩 一片魚塊兼具三種口感 傳統市場竟然吃得到 這日本料亭 割蓬的精緻料理 讓人大呼過癮 現在的步驟是 先把它的鈴片 用熱油讓它站起來 然後等一下灰下去烤肉麵 然後皮麵會稍微 把鈴片烤脆 那種亮皮魚要 趕快賣完 必須要熟成 別想在它風味最好的時候去賣 就像青魚 竹甲 秋刀 其實竹甲魚對我來說 有一點革命情感 因為它是我錄日本料理 第一隻殺的魚 因為它價格不貴 一隻魚又不大隻 沒有鯊魚經驗的 通常師傅會比較放心 讓我們先處理那種魚 別看林育成現在刨釘解魚 三兩下分割得整齊完美 是認真的料理職人 但以前他讀餐飲科時 五星讀書 蒙混畢業就算了 還整天喝酒唱歌玩樂 作弊打架鬧事 是家人眼中 沒消息就是好消息的頭痛人物 簡直象科不定時炸彈 如果這麼中電話 都不是什麼好事 不是飆車就是吵架 打架 酒架 什麼架都有 白桿 林育成的父親為了讓兒子 有份穩定工作磨練心性 便介紹他去朋友的日本料理店 當學徒 從洗砧板抹布 打掃刷地做起 他可能也覺得說 我一份工作可能沒有辦法做太久 以我以前的個性 但就為了堵一口氣 我就不小心一做就做了十年 所以我原本什麼都不會到 老闆跟師傅可以放心讓我去切菜 去烤魚 去鯊魚 我覺得慢慢會變成一種成就感 餐台前十年苦工 讓林育成對料理 琢磨出興趣 立下直至 儘管原公司薪水待遇不錯 但他憑著一股衝勁 想趁年輕賭一把 與前老闆合夥創業開居酒屋 卻因為定位不明 經營不善 一年後收攤 慘賠一百萬 那我覺得這一百萬 不會花得不值得 因為我知道我第二次創業 應該要怎麼做 就不會再失敗 一定會成功 創業學費一百萬 創業學費一百萬 雖然林育成覺得值得 卻幾乎耗費他所有的積蓄 他只能先回原公司上班 儲備資本 但創業的心還是蠢蠢欲動 神聖思考兩年後 他擠出手頭剩下能利用的資金 保單借款二十萬 背水一沾 我們家人家長都從後面去製助他 沒有一次都可以成功的 所以慢慢的沒有關係 首先看中傳統市場 能節省廠租成本 去投資更好的食材 再來明確行銷策略 店內食材有八成 選用台灣野生魚貨 耗費更多時間和技術成本 去處理品項繁雜的魚種 讓饕客品嘗 產地到餐桌 食物里程短的鮮美 與一般大眾壽司店 做出市場區隔 才慢慢吸引到 獵奇客 常鮮客 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就沒有辦法吸引到固定的客人 因為什麼都做 但什麼都不專精 就像這邊就只有做 握壽司跟生意片一樣的概念 最上手的事情把它做好就好 我覺得我人生的味道 就跟我做的生意片一樣 需要時間的熟悉 我以前應該不會是我爸爸的驕傲 但現在我希望可以成為 他的驕傲孩子的榜樣 長大了 不用我玩 早安要做什麼 早安要做什麼 那是最棒的 從青色到成熟 林玉成就像手底下的生魚片 需要發酵催化熟成 取決過酸甜苦鹹 只為魚韻悠長才能在桃克嘴裡綻放 那是大人的味道 也是他後青春期的史篇 路不轉人轉 困境有的時候真的是改變的契機 服飾中盤商在網購年代 生意一落千丈 思考之後他決定改行賣燒餅 父親不僅幫他做炭烤鋼爐 也到店裡面挽繡支援 替原本生疏的父子感情加溫 也成了意外的收穫 你好 要什麼 一個燒餅 一個天井 一個燒餅 一個天井 一個燒餅 一個天井 好 有 燒餅了 吃兩分鐘 燒餅圍成一圈又一圈 貼著溫度上百度的爐壁 爐底炭火 熱力往上催逼 轉眼之間 一個個燒餅 表皮轉為右眼金黃 陳大寶左右開工 右鏟子和漏勺 鏟下接住 快速送到前台補貨 這時爸爸和岳母早已等候多時 煎好蔥蛋 夾進燒餅 強快包裝 不到五分鐘銷售一空 讓麵碟熱度和銅板 進帳速度搶搶滾 它燒餅很柔軟 然後蔥也滿有料的 蔥帳架他們也沒有剪 值得推薦啦 我們這個的話 是江蘇那邊過來的 它做的會比較像麵包 它有點口感 爐中光爬路 吃食招牌 五顏六色 這家小舖不必靠色相吸睛 龍眼木炭香 直影 美味方向 招牌燒餅 外皮酥脆 麵體蓬鬆柔軟 包住青蔥 散發迷人香氣 上架就賣光 陳大寶一天做十五爐 還不夠賣 烤餅就是手工 半個小時大概做一五三十個 那我們也沒辦法改 為了想要維持這個品質 總不能亂激發到做 敲打會讓裡面的金線火 比較沒有那麼硬 壓平的話裡面空氣跑出來 你下去烤的時候 它才會碰 麵團搓揉成長條 擀開餅皮 抹沙拉油 保持倍層濕潤 撒上鹽巴調味 鋪上長長一道蔥花 接著折疊Solo 整齊切斷 圓桶撞燒餅一一成形 糖水塗在表面 然後讓它下去烤餅的時候 會有上色的效果 比較漂亮 表面也會比較酥 烤餅我們就會撒水 讓它降到兩百八 三百左右 才下去貼餅 才不會燒焦 吃起來的會比較軟 有一批燒餅大軍 進到滾燙的鋼爐 這門技術活 陳大寶已做超過十年 已經煉出鐵砂掌 俐落的沿著蘆壁貼餅 不用省時又省力的烤箱烘烤 而是採用費工的古法製作 外紅內烤 保留麵體彈性 又帶有淡淡木炭香 早上四點出頭會到店裡面 煮水 備料 燒木炭 然後熱禮子 基本上是三個小時 才會有病 一般人都做不來的苦差事 跟遑亂從小養尊儲優的大少爺 想都沒想過 陳大寶年幼時 家中開車床加工廠 製作的鐵捲門軸心 最遠外銷歐美 父親勤奮賺錢 讓他從小生活衣食無餘 小時候爸爸出國回來 就帶個搖扣飛機 可是可能被我玩一次就壞掉了 他就飛出去 就掉下來 就不見了 那個時候就會覺得 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雖然擁有同齡孩子 羨慕不已的玩具 但是大多週末假期 得留在廠房幫爸爸搬東西 小時候我爸爸很兇 他只會叫我們做事 所以可以離他多遠就多遠 然後就會被我媽媽在門口大喊 大寶回來了 不想像父親一樣 一輩子面對冰冷的機械 陳大寶曾經想著 能跑多遠就跑多遠 我不想被綁在一個小小的辦公室的區間 對 我想要試試看在外面會比較不一樣 接觸不一樣的客人 不當現成小開 陳大寶用積蓄化行創業 當起服飾中盤商 但後來網路購物發達 實體店面經營困難 越做越虧 只好收店止損 不過作為老闆兒子 還是想賺錢 思來想去 想起景氣怎麼衰退 人總要吃飯 餐飲永遠不怕沒錢賺 大舅舅他的朋友在做的 然後他的爸爸是江蘇那邊過來的 然後他爸爸傳給他 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去跟他學 陳大寶二十六歲時當起學徒 揉面 醒面 包線 練就一身好功夫 兩年就出師開攤 退休的陳爸爸捲起袖子 到店裡支援 雖然不曾在家中料理 拿起鍋鏟煎蛋 也有模有樣 全力支持兒子 當然少不了善用做了 大半輩子的鐵製品加工技術 依照陳大寶的身高 打造特製鋼爐 讓他不必墊腳踩椅 貼柄審理 這邊有什麼 是幫忙小孩子嘛 希望他做得好一點 當然我們也高興 店裡的鋼爐 其實就是陳爸爸 最堅固的父愛 炙熱不息 夜默默陪伴陳大寶 熬過創業維艱的關卡 那個時候 一天賣六百塊 還沒有烤一路 還烤半路而已 還賣不完 天啊 都躲在那個床腳哭 一定要看到這個 大家花這麼多的心思在這裡 然後都這麼的支持我 我怎麼可以放棄呢 他把挫折往肚裡吞 客人建議燒餅鬆軟一點 鹹一點 為了達成顧客需求 陳大寶反覆調整用料配比 光是這樣 前後花了半年時間 改良版燒餅得到讚賞 來客數大幅成長 至少吃超過十年有了 很好吃 尤其是剛出爐的話 是超好吃的 鹹酥餅跟甜餅都不錯 皮酥 然後好吃 回過很多次了 除了燒餅也讓客人 一再回購的小酥餅 甜酥餅甜蜜溏心融化舌尖 而鹹酥餅包進豬油渣 和滿滿的蔥 滋味鹹香酥脆 三餅一個 好 來 二十五 頭滿架多利多銷 陳大寶頂著高溫 貼餅不停歇 雙手也被烘烤得更加通紅 一心只想做好 獲得眾人吃得心滿一足的微笑 很多客人在門口把他手上的餅吃完 就是對我最大稱讚 收穫無數頭客稱讚 陳大寶內心也愈加地沸騰 身為老闆兒 靠著臨近泡餅闖出一片天 麵團揉盡他的用心誠意 鋼爐烘烤 炙熱無比的傅子晴 紅駝出來的熱騰騰燒餅 怎麼會不香 作人交cence 伍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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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癡